字幕 李嘉宗 字幕 李嘉宗 大家,是幾共深愛香港的國家 喂喂 hello hello,大家好 好,今天是2022年12月9日,今天要跟大家分析一下,这个习近平到访沙特,那当然啦,这个就不是我的独家见解啦,很多人都看到什么一回事,也都是很简单的一回事,就话说12月7日时候,习近平就到访这个沙特阿拉伯啦,宋真宗,哇,我想大家不是很想觉得他是宋真宗的,第一,你没有扣准在这里先啦,是不是? 就是那时候,说一定不可以跟辽国讲和的那位言臣,不是百言王,那为什么不想他是宋真宗呢?御价亲睁不好吗?喂,大哥,宋真宗之后有排挨,去到挨山为止,一路数下去,共仁宗,共英宗,共神宗,共节宗,共徽宗,徽音二弟,哇,玩下手,再来个靖康之懒,那都有排挨,所以就最好不好是御价亲睁,这些这样的, 物体啊,还要预价亲睁得胜的,宋真宗那时候,善冤之盟,啊,不过跟着一路付钱,没可能,14亿人的市场,14亿就是红七公的市场,啊,还要走进去渣打系统里面拿钱,啊,走进去美国那些,人家那些抗疫基金来的,啊,一下手,就拿了人家两千万美金,啊,哇,真是,美国有没有这么大方,就是这么大方, 任你不生气,有,有那些叫内,内应,啊,是吧,anyway,不是讲笑的,啊,都还没回来的,12月7号,去到12月10号期间,啊,沙特的官方媒体已经确认了的了, 习近平是在沙特进行国事访问的,那沙特阿拉伯,啊,我想盲的都知道,它是一个铲油国家,OPEC,啊,OPEC,可以说对国际的油价呢,就举足轻重,世界上面的石油,啊,就必定是因为一桶桶卖的,啊,是寡头垄断,我们叫这些,玩下手来个Oligachi,啊,啊,全球性的Oligachi, 也就是正体上面的寡头独裁,有很多个不同的资本利得团体,啊,那,共同构建一个全球蓝图,只不过呢,就是他们就负责特位,是不是啊,包括俄罗斯,沙特阿拉伯,和中国,对人权来说都是完全无事,最厉害的就是,它又会叫你关顾一下自己国家的人权的,因为一关顾人权的时候呢,那他就用人去颠覆你,就是搞一些工会组织, 环保组织,种族组织,B-L-O-M-N-T-V-A,应有尽有,各式其式,它是用你的那套制度,啊,就去攻击你,有制度上的流动缺失了,你玩言论自由的时候,啊,他就玩假资讯,假资讯之余呢,还要到头,讲回你是假资讯,尼不厉害先,所谓道高一尺,摩高一丈,那当然他是摩啦,Anyway,那等他公布啦,又或者不公布啦, 桌面上你就知道,桌底就不知道多少了,目前照外媒的消息来说,就预计中国啊,是要和沙特阿拉伯那些,啊,签几十项的能源安全投资协议,大生意啦,又投资一些基建,那条高铁去买啊,诸如此类,又或者买下那些,风能啊,太阳能啊,不过就未必热卖的,你想想,啊, 铲油国家啊,你买环保东西啊,那但是买器官可以了吧,当然可以啦,这些油王最多的钱啊,就好像卡舒吉事件那样,哇,将人大赤八块可以完全啦,不过那时候特仔都不理的哦,很明显就是要,拉拢一下这些石油国家啦,你旁边就是哈姆内衣啦,啊,那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之分,这个就是为什么共和党那边啊,是,就是都叫做,不是很想得罪这个普京的, 原因很简单,你的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的分别啊,而且,啊,一旦得罪了普京的时候呢,那搞到中国国际舞台的地位啊,啊,啊,刻然上升啊,那这个是他们的囚算啦,啊,但是任由俄罗斯破坏世界秩序,而且离间亦不成功的时候啊,啊,你没办法要硬吃的哦,老实说,但是以美国的国力足不足够应付两个邪恶帝国呢? 啊,现在是三个,啊,再加上这个拜登和沙地阿拉伯之间啊,那个关系,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主题了,也是西方世界自己捉从,可以说,就算是想联合沙地阿拉伯,沙地阿拉伯都不会理解他,原因就是因为近期啊,啊,越来越兴起的那种叫做环保,Green New Deal,那环保有没有错啊?那没有错的啊,问题就是,你如果不喷烟的时候呢,俄罗斯中国,啊,一直都在那里, 就说是这样喷烟,那你其实就算自己那些国家搞到自己多好了,多不喷烟了,你到最后都是身笨食的啊,所以做一些关怀大爱各样的事件的时候呢,首先你要清剿了世界里面最邪恶的那个势力,如果不是,你搞禁烟的时候,他旁边就在那里喷二手烟,有什么为呢?啊,你又不是照, 这个肺有事,那这些是肺腑之言了,那目前呢,中国可以说是出尽版府啦,就是包括一方面,宋真宗,御价亲征,啊,四出这样招揽生意,欧洲那里呢,就确立了消枝,去帮自己去说话,去安抚住这个欧盟,同时之间呢,就一直大量地 那扣入这个俄罗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啦,那为什么扣入大量的能源呢?因为要制造这个欧美国家的通胀,从而引发这个舆论啦,然后配合舆论的大阵地大外宣,啊,再不停地说民主是多么,引来这个世界的乱局,所以,真的不够他来的啊,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啊,这个是全球化的臭丛论,只要我搞衰其他国家啦,那我的国家啦, 就显得没那么坏咯,神奇,那你说有没有那么醒目啊,他就是那么醒目,很多人都认为猪头杂啊,脑部的结构呢,跟这个 Angulata,有提类动物,啊,那个脑部的容量差不多,如果你说自觉的话呢,是的,那但是,如果你说斗人的时候呢,就不是啦,啊,他聪明过得穿家康的,如果不是没有理由,每一次,啊,分化离间都成功的嘛,在做坏东西这件事情身上呢, 他的聪明才智是一等一的啊,那当然啦,当日的小鬼队,没有那么上下的功夫,啊,怎么样可以将那些前辈,所谓人老正就鬼老邻啊,啊,那但是,他的前辈各样,为什么都比决斗得到呢,就因为他的手段了,这个人不简单啊,而这部棋,啊,之所以那么聪明,就是因为啊,他成功是可以分化到欧盟和美国之间的那个关系,一方面沙地阿拉伯呢,是 产油国,控制着能源,对世界的通胀,啊,那个影响可以说,举足轻重,而且如果俄罗斯和沙特都是他民友的时候呢,他又基本上控制了大部分全球来说,啊,能源上的话语权,那其实是互联的而已,啊,就是美国方面,就针对着高端科技晶片,这些高科技的东西, 但是除了策松你之外啊,就是例如荷兰那里啦,试一下看下可不可以买到光刻机啦,他就不会坐以待毙的咯,他在另一条拉道去捏你,就是你搞Green New Deal啊,你搞环保啊,那你那个能源价格就必然上涨的咯,其实每个国家都是想,在这个成本可控的情况下呢,就成功可以控制到这个环保,啊,令到世界上来说,就是他们说不要升多少度啊,那些啦, 如果不是世界会怎样怎样的那些科学家说,但是你很难说的,未来可能有其他的东西可以适应到那个气候转变呢,有其他的新科技发明呢,你今时今日所有的预测都是based on 现在的而已嘛,你怎么知道未来是怎样呢,但是先不说这些东西,全球的角度来说就是想在可控成本的范围里面,就达到一个他们预先设定的环保目标,那但是,我就给个简单点的例子大家啦, 就就是等于啊,刚才说过的,你在那里禁烟,啊,这间店铺头,那但是,有其他人在那里放二手烟的时候啊,那你那个禁烟是没意思的嘛,而且它也增加了你禁烟的成本,你不快快手手处理了它的时候,你的通胀问题,你的能源问题,你的环保问题啊,甚至乎都是无解的哦,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些数据,中国和沙地阿拉伯,就是自从1990年建交的时候, 你老布殊开了绿灯嘛,那那时候的交易额呢,就4亿美金,去到2021年已经是870几亿美金啦,中国可以说是沙地阿拉伯的出口大国来的,就是沙地阿拉伯出口的27%化学品,和石油输出,都是流去中国的,石油化工产品那些啦,那另外那些就不说了,因为中国由沙地阿拉伯入口的,基本上都是油, 有95%都是那些油,也就是说没有其他产品的,不是怎么样,出口骆驼?骆驼肉咯!最神奇的就是卡塔尔那里,最近才播完荣光来而已哦,它可以完全不管这件事,这么快就握手,可以见到,为求目的,不择手段啦,以结果为结果,以目标为目标嘛, 他们都是那类人,所以最重要都是签到单回来,你见今时今日啊,那个防疫,先不要说啊,它都还有其他的措施啊,那但是,基本上已经是放宽了的了嘛,那即是怎样啊,共赴王全啊,哼!而你会奇怪的就是,这三年来在这做什么呢?而这三年,我都跟大家说过了,由开手至今,跟大家update的东西,它今时今日说出来咯!当然都有影响啦,就是它使得全球, 甚至乎是中国的人民都见到,哦!就是搞了几年,讲大话就说,这个是一个不诚实的政权啦,没有人跟你说它诚实的哦!由它开党第一天,就是靠一个字的嘛,就是个握字,你见它首国歌啊,讲的所有东西,它都做不到的!那都对的,义勇军进行曲,啊,鼓励大家成为义勇军,人人不是我,我为人人,甘心做一副革命的律师丁,它又从中可以割韭菜了嘛,它没说什么的哦,它就是叫你做革命律师丁, 啊,它就是要螺丝丁啊,啊,不是怎么修理家具呢?哼,啊,只不过,有些人自愿那里这么聪明笨伯都可以的,那不要紧要啦,不要拦阻我,我经常都说,啊,不要拦阻他们,而同时间大家都知道,石油来说呢, 布林顿,啊,由1970年起,啊,就已经石油是用美元结算的了,那今时今日,中国加大自己的石油贸易,啊,去推进这个人民币国际化的时候呢,你不禁问一样东西而已,那当然啦,美元霸权这样东西,看一下谁喜欢,或者不喜欢的而已,那问题就是,谁容许他人民币去挑战这样东西呢?就是美国的民主党啊,是他自己放弃了的而已哦,就是原因为什么呢? 如果全球一致的这样去制裁这个人民币,那基本上他就没有付费的啦,那但是为什么不敢做呢?因为那些都是政客来的嘛,那些在人民币身上都有很大利益的嘛,那所以就置这个美国的利益于不顾啦。我想起罗马的时候啦,那时候那些贵族都是的,喂,明明知道,盲族已经来到了的啦,你要对抗住他才行的哦,如果不是罗马帝国是会复亡的哦,但是为什么那些贵族呢? 啊,仍然都是挂住自己本身的利益,啊,不肯团结对外呢?因为自己的利益永远都是行先的嘛,大过自己国家的利益啦。但是美国一失,啊,他们就以无推路的啦。 所以,其实世界归因于一的时候呢,都是那句说话啦,Myopia,大近视,每一个人都是没有软件的,人类就只会看到眼前,哦,通胀啊,有没有想过?通胀这件事情,怎样可以摆平?摆平的时候就是,你要将世界的邪恶帝国覆灭,那才会回归平静的嘛。 一天你不这样做的时候,你搞那些什么环保,是没意思的嘛,你真是生气的哦,就是今时今日,啊,你看到大英帝国都还在说,啊,什么环保,什么环保,一方面就加深了自己和人民的对立。 有没有搞错,在自己的荷包里出钱给你环保,啊,有些green test,另一方面,啊,你没那么大个头就不要粒那么大顶帽了嘛。第三方面,啊,有其他人从中破坏,从中利用资的时候,你根本就没有负。你不如问一句啊,啊,他买那么多石油的时候,拿来断啦,你都害怕啦,你石油买了回去,那必然,终有一天会用的啊,你不是买来倒的嘛。那他买了那么多的时候,全部化作二氧化碳,那又如何呢? 我又要问哦,你不是帮人玩环保的吗?而这一步棋是非常厉害的,啊,因为拜登都可以说给沙地阿拉伯呢,啊,激到妈妈声不断,那但是没办法的,鬼叫他一向来说,啊,搞那些环保东西各样,自己都得罪了那些沙地的游黄呢?再加上美国,啊,已经失去了,我不知道是好的一着,还是坏的一着啦,你说好的一着,就因为他引起了俄罗斯的兴趣啊。 那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啊,除了吸引了俄罗斯另一样东西,就是减少了对沙地阿拉伯的威胁哦,一杀那奸人家就完全不怕你的了哦。 那拜登老爷啊,啊,有没有办法可以拆得碰这堂东西呢?还是啪啪屁股啊走人呢? 似乎就是后者居多的了,不过未必的,可能民主太极权白白白,到最后都是能够战胜归来的,一玩太阳能登当饭吃的,不实际的。 那当然啦,他不玩又不行啊,这些太阳能登去大买的嘛,从中取来。 我不是说环保不对啊,不过他这样做法不对啊,好没有啊?就是这样。 好,今天讲到这里。